昨天我們就跟你討論過 是 我也做了一些適當的會議 文化出版社所做的歷史教科書內容 是 經過了這個完整的一個審定委員會的通過以後 我想我們尊重他對於教大 審定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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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根據辦法 根據他 當然 這本來就是我的職權 我沒有做任何辯論 委員其實如果要提出任何的討論 我希望您就明確地提出來 不要用一個空泛的討論來做這個討論 所有的問題沒有空泛 其實到現在還沒有具體的內容 哪裡沒有具體的內容 我沒有聽到具體的內容 所有的時間你佔了兩分鐘以上 本來這個就是一質詢 質詢就是一個互動 互動不是要你強辯 你在強辯 合刀到你再強辯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非常不合適的 史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資本額五萬塊 他的代表人正起身 兩岸統合學會執行長 入軍退役中將 往返兩岸平凡 再來我們看到 社長周世雄 他的背景是什麼 財團法人 國策研究院董事執行長 這是屬於國民黨智庫 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諮詢會議委員 國民黨智庫 其實委員我想已經理題了 我想已經理題了 如果你要討論內容 我們就內容討論 我想已經理題了 我想已經理題了 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給學生的是一個正向的思考 完全同意 而不是填鴨式 我也同意 而不是洗腦的方式 完全沒有洗腦 其實陳委員 洗腦的工作 其實是你常常在做的 從所有的去台灣話 到今天叫賀淑直接進入 到入腦的部分 其實 這是你常常做的事情 來